出来这么一个愿望 我想念气功 我呢就有幸见到了 他也说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提高 一个气功能比较强的 这个人当得 比较有一个这个气功 我当时就想 我要的就是他 1979年3月11日 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 记者张买铭等人的文章 大足县发现一个 能用耳朵变字的儿童 在随后的一个月中 安徽科技报 北京科技报等报纸 分别报道 又发现了特异功能儿童 一时激起千尺浪 人们很快注意到了 一个中国传统健身项目 气功 气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华陀的武情戏 到张三丰的太极拳 从远古流传的 八卦周义皇帝内经 到佛道两家的各门公派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 处处闪烁着这些智慧的光芒 这领先了上千年的文明之光 到了近代 却渐渐黯淡了下去 曾经是那样强大的千古帝国 不得不开始遭受屈辱的命运 中国人在寻求挽救中国命运 和抵御外强侵略的双重努力之下 把引进西方技术 当作复国强兵之本 久而久之 人们对中国古老文明 精深奥妙的真正含义 领悟的越来越少 从西方传来的实证科学思想 逐步在人们的头脑中 占据了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将一切中国传统古老的东西 统统当成是伺旧和封建迷信 加以批判 人们也就更加不敢去探求这些了 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 相继失传 甚至消失殆尽 但是 要在人们心中彻底铲除 这承传了上千年的古老文化的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七十年代末 特异功能现象突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 人们立刻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个编辑部的屋子里头 当代编辑部那屋子里头 当时所在的编辑都在 我估计有大概七八个人 起码都是有名有信的 现在 著名作家郑毅 向我们讲述了一个 他亲眼见到的特异功能现象 你表演那个恢复名片 然后呢就这个有一个编辑呢 就从这个 从他的这个抽屉里头就拿出了一张名片 拿出一张名片 然后递给我 让我签一个字 我就拿这个钢笔 在这个名片上签了一个我的名字 那时候你放到嘴里头 你把它给 把它给嚼烂了 然后我就放到嘴里头嚼 就嚼成了一团纸浆 然后还咽下去一小块 最后拿出来 就在手里头就这么样 团了团 然后呢就就这么样 就这么盖着这么移动 就是夸一下就 就是弹出一张名片了 就一瞬间弹出一张名片 一看那上的 我签的钢笔字还在上面呢 所以这个魔术 我想这个很难做这个 因为第一呢 我是一个有信用的人 我不是他们的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我这嚼成 是我亲自把它放到嘴里头 然后嚼成这个紫浆了 它最后怎么又回出来 而且那个我那签字还在上面 我想这个东西是 唯物主义不太好解释 这种用唯物主义世界观 无法解释的特异功能现象 已经出现 立刻引起了一贯以马列主义 和无神论为宣传统治思想的 中共高层的主义 在发现耳朵认字儿童的报道 发表后不到两个月 79年5月5日和18日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 以极其严厉的语气 批判耳朵认字是荒诞无忌 违背了科学常识 完全是反科学的 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 与报刊揭露和批判的同时 某中央部门下达文件说 对耳朵认字现象的宣传 是违反科学的 是封建迷信的复活 之后四川日报做了自我批评 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 也被迫做了检讨 但是以科学界泰斗钱学森 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 则支持对特异功能和气功 这个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 并从学科发展角度 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 他认为气功、中医理论 和人体特异功能 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 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 也就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 1980年2月 由自然杂志编辑部组织 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 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 会议邀请了一些特异功能人 进行现场测试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 也派专人到场参加鉴定 就是他派了他的秘书 就是带了他亲自写的几个样品 就是让那些特异功能的人去辨认 如果能辨认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会吧可以允许开 大致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这个字要是辨认不出来 或者那个风被拆了 那么那就是说他可能中央就要下决心把这个活动取消掉 但是据说因为当时在上海做这场实验的时候吧 集中了全国的主要的几个特异功能比较强的这个人到那里去 所以效果当时现场的效果比较好 就是胡耀邦的秘书打电话跟胡耀邦说了 说了你写的那几个字 他们说是什么什么字 胡耀邦大概一听 他是写了这么几个字 他就让他赶快先回来 回来他要检查这个 他写的这个字的几个样品 是不是被拆封了 据说那个秘书把那几个字带回北京 胡耀邦一看 这几个字确确实实 他自己亲手密封的嘛 但是谁也没有拆开 但是那几个字吧 这些特异功能的人看得出来了 专家们一致认为 会议澄清了79年对耳朵认字真伪的争论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 我国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 一些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起 有人不顾科学实验的结果 单纯从哲学的高度 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进行批判 认为 这是要科学 还是要伪科学 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是要唯心主义 要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哲学的问题 这时的中国 十年文革刚刚结束 文艺界 知识界 科技界 都处在一种复苏 开阔的气氛中 人们在饱受十年极左思想的毒害之后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和以前所走过的路 也能带着比较客观 实际的态度 来对待气功和特异功能现象 你过去不让他表现 你只是说他是妖魔鬼观 那么东西 大家没有见过 当然也就信你说的了 当这些 你比如说气功 气功热开始之后 它气功确实起作用 尤其是有病的人 他一练气功 他就觉得 他觉得很舒服 他觉得很好 然后你去医院检查 有些指标 他就 一些物理的指标 生理的指标 他发生变化 这东西是可以实证的 可以检查的 所以他就不能不相信 这个气功实起作用了 一位曾亲眼目睹了 神奇功能的中央领导 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 当初戈白尼提出日星说 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 摩尔根提出基因论 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 拥护新说的人 甚至丢掉了性命 一些旧理论 所不能解释的现象 往往是科学越境的先生 不久 胡耀邦指示 中共中央宣传部 对气功和特异功能 不宣传 不争论 不批评 同时允许少数人进行研究 1982年4月20日 中宣部下发了 传达这个精神的通知 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这是八十年代初 风行一时的一部电影 影片中展示出的精湛武艺 和神奇故事 让一整代青少年 星驰神网 大开野界 初中的时候呢 上演这个少林寺 当时特别的感兴趣 一下子对这个中华武术文化 渊远流长 有了一个了解 记得那时候 朋友们之间都比 谁看的变数多 看一变真是不够 我就看了好多遍 从那时候起 只要是跟武术气功 有关的书籍杂志 我能找到的 全都买来看 那时候学校有一个 这个气功协会 然后他请来很多 这个社会上出山的 和没出山的气功师 到我们学校来做报告 然后还请来一些 特异功能的人士 来做一些表演 讲一些事情 他们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上 讲从中医 经络 周医 八卦 从预测 就是这种一些超常现象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 与西方传来的科学 完全不同的角度 讲宇宙观 人生观 生命观 然后那时候对中国文化 引发了强烈的兴趣 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来讲 气功吸引他们的 是他神奇的趋病健身效果 尤其是现代医学 有许多疑难杂症 还无法解决 气功的出现 无疑是给了那些 饱受病痛折磨的人 一根活命的稻草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我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等到那个一切都已经过去以后 80年开始我就病了 基本上我对自己都已经绝望了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 在中国 我吃药看病是很方便的 多方医治都没有效果 什么样药对我没有效果 当时就是说 在社会上就是气功很热 公园里到处在办公室 都谈的都是气功的话题 然后我就听到电视剧解说词 就说这些人他们是练气功的 他就说其中某某这个人 他是一个肝癌的病人 他原来医生说他只能活 就是说很短的一个时间 可是他因为练了气功了 现在他身体越来越好 现在已经三年多过去了 他还越来越健康 我当时心里就想 他肝癌都能好 我这个病还没有确定 我是癌症的 就算他是癌症 我比肝癌也强一点 那我一定也能好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吧 使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 我就想这世界上 已经没有其他的药 可以能够救我的命 能够治我的病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气功 所以我就出来这么一个愿望 我想念气功 就这样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气功作为中华民族的贵宝 很快风行中华大地 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气功热 气功究竟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没有人做过真正的解析 甚至一些气功师自己 都不太了解其中的真正原因 这又使气功 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后来出了很多的一些现象 你比如说像壁骨 这个自发功 还有一些所谓的体感功能 我自己都有感受 但是解释不清楚 我记得就是说 那个气功师来了以后 就是因为我就想 知道到底是怎么治的病 那么在私底下 我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治的病 那他就告诉我 他说其实啊 这种治病啊 你只要胆大 你胆大以后呢 你就一跺脚 你说你治好了 然后呢 你问他好没好 他也就好了 你胆大 你觉得你能治好 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没有什么理论可言 他不知道他怎么治好的 在这个热的过程当中 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一直在思考 就尤其是有心的人在思考 这个气功是一种什么现象 它在背后的是什么 人们经过练习 到底除了健康以外 还想明白什么 最后就发现 这个目前这个 一个是练 一个是推广普及 一个是提高 一个是科学的实验方法 一个证实 这所有这些呢 还不能说明问题 不能说明 就是因为科学的手段 只能证实它的一个过程 不知道它本质的规律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气功热 就又给人带了一个思考 一些人抓住了 人们在气功中求治病 求功能 求发财的心理 打着各种明目 招摇撞骗 使原本就让人 充满疑问和迷惑的气功 变得更加光怪陆离 鱼龙混杂了 当时流行这个 比如说这个这个 自法功 就是说就是人啊 就是出一种一种状态以后啊 他就是气功是给你游到一下 然后就是满地打滚啊 然后你哪疼 就猛拍哪 就是你看老太太都能跳舞啊 就搞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他们讲 讲功一般是这样 先教一套动作 再讲一讲这个 所谓的气功的功礼 然后接一接信息 有的时候呢 还让每人带一个杯子 灌点这个水 他发发功就叫信息水 后来也流行过一身治病 然后我一参加了气功班 去那个那个气功师 就教你这个 什么牌啊 补啊 什么蟹啊 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意思 就是叫做一招 叫做神仙一把抓 就是就是学了这个以后呢 回家回老家 到四川老家 还跟我们家人一起抓 其实也也就是效果 没什么效果 就是这样 就是说很热心 干这种事情 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 在某性上是管用的 可是呢 好你自己学呢 好像有没有学到 也学不到 有一些人呢 认为这个凡是热 他的商业头脑就冻开了 他就认为通过热啊 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我就可以赚钱 所以有些假气功啊 有一些稳气功啊 又骗人的东西啊 他利用人的那种 这个那种狂热的心理 他自己就在这里面投去端营 他不会气功 也说是气功 他这个练的不是真正的气功 他编了一点东西就骗人 当然有一点小的作用 他也去在这里给鱼木混住 有很多人就是说 发气就能治病 当然能不能治病 又起点小作用 但是他又没有功夫 根本就治不了病 他也去到处去招摇撞骗 这种人也不少 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他就把真的也给败坏了 就在社会上 对气功众说纷纭的时候 九二东方健康博览会 在北京举行 有幸参加这次博览会的人 立刻注意到一门 与众不同的神奇功法 那我就看一个 很年轻的一个气功师 人长得很英俊 而且带人的态度 都是非常和蔼的 所以他的那个外貌 就非常吸引我 然后我就在他的周围看了看 那么他的展厅里边 有他的打坐的那个形象 穿着黄衣服 另外还有那个记者采访他的 在电视台里边的采访的 那些照片都贴在那 那么我就知道 这是法轮功 后来我就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本子 让师父给我签个名 师父就给我写 这个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 92年12月21号 在博览会上 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学生 用超自然的能力 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 法轮功神了 消息在参观的人群中 不进而走 博览会总指挥 李如松先生说 在博览会上 法轮功是受表扬最多的 调病的效果是好的 总顾问江学贵教授说 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 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 我认为这个功法 的确会给人们带来 健康的身体 和新的精神风貌 1993年4月 李洪志先生的著作 《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中 李先生讲述了 气功的渊源 功能与功力 气功治病与医院治病等等 这些让许多气功爱好者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他明确地指出 功能不是练功人的追求 功力是靠心性修出来的 等等指导练功人提高的关键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是那些寻找多年的人们 盼望已久的 我当时就有那个感觉 就是说好像 我走了很久 但是就是他 那么当时我就有这个感受 就说我可找到了你 就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就 1993年12月 法轮功作为特邀功派 被93东方健康博览会 再次邀请参加活动 李洪志先生 被推选为组委会成员 这次博览会 许多人拭法轮功之名而来 那么93博览会 真是就是说 可以说是对于我们 法轮功来说是一个盛况 其他的那个公派 真是寥寥无几没有几个人 可只有我们这个法轮功的那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摊位上面 挤满了人 就是说几百 五六百六七百都有 因为只要那个一开门 就展览中心一开门 很多人就跑步进来 就奔向我们这个摊位 然后就三行队 一行队就是挂上午的那个排队治病的号 还有一行队是挂下午的治病的号 因为他号马上就拿完 还有一行队呢 就是请师傅来签名 签中国法轮功这本书 因为当时只有这本书 有一天就是说天都就是傍晚了 这个大厅里头就很快要结束了 没什么人了 那么我就突然看见了 有两三个中年男的 带着一个老太太 从那入口处匆匆忙忙往这边赶 那个老太太呢 是一个锣锅 这还不是一般的锣锅 他都是四十五度了吧 就是这么这么 欧着腰就跟着他的儿女们就过来了 过来了就是冲着师傅来了 那么当时师傅呢 一看到这种情况 就一看这个老人这样子 结果呢 师傅呢 就就把这个老人呢 从这个老人的后边 贴着师傅的前胸 师傅呢 就把他抱起来了 抱起来 这么撑一撑 对吧 那个 这个老人的两脚呢 已经 已经离地了 就是这么抱着 撑了撑 然后呢 又看了看他 然后呢 就是跟这老人说 说你放松 放松 你跟我走 结果呢 那地方也是挺大的 师傅就是走一个圆场 这个老太太就跟着这师傅走 然后师傅就回着头 总是跟着老太太说 说的 放松啊 放松 你跟我走 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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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就 我就在旁边 是偶然间看到这种情景 我也挺激动的 我就看着这老人 真的这么弯弯弯弯 就挺起来了 然后师傅还不断地跟他 又笑着跟他说 说的 放松啊 放松 走走走 走 挺起来 挺起来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当时看的那个场景 很激动 我心想 如果要有电视台的什么 来把这个录像拍下来 这一瞬间多好啊 是吧 这个一下就治好了 然后我就看着他 他那个可能是他的儿子 是一个中年男的嘛 马上就跪在师傅面前了 他也是很激动的 毕竟他是他的妈妈嘛 哎呀 师傅说的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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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所以说 好像很随意的 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一天呢 就治这样的人呢 真的不知道治多少 那么在这会上 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很多人像脑瘤啊 什么心脏病啊 还有就是什么肝炎啊 都通过那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那么他们就是知道了 就是特别的神 还有很 有几个瘫痪病人 当时就从轮椅上站起来 甩掉拐杖往前走 所以说 有的当场就跟李老师跪下 就是说感谢李老师 还有的时候 敲锣打鼓的 送那个就是感谢信 贴到我们的摊位旁边 所以说就很热闹了 由于李洪志先生 在博览会期间 为广大群众做出的 无私奉献 和法轮功的神奇功效 博览会组委会 和专家委员会 共同做出决定 大会将唯一的一个 最高奖励 边缘科学进步奖 授予李洪志先生 同时还授予李先生 受群众欢迎的 气功师称号 法轮功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 从各气功门派中 脱颖而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